美国联邦最高法院3月18日 延长了针对德克萨斯州一项移民法的暂停期限 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阿利托当天裁定 继续阻止德州允许警察逮捕非法移民法律生效 直到最高法院有新的裁决 德州州长阿伯特去年12月签署了该法律 该法律规定德州警方可以逮捕涉嫌非法入境美国的移民 这些非法移民被逮捕后可以遵循法官命令离开美国或面临非法入境美国的指控 美国官方数据显示 去年前11个月 约有270万名非法移民进入美国 其中约220万人从南部边境进入 美国印第安那州州长埃里克·霍尔科姆近日签署了一项州议会通过的法案 其中一项条款禁止该州的县 市、镇或乡镇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外国对手的城市 镇、省、县、学校、学院或大学签订姐妹城市合作协议 根据美国商务部的定义 美国的外国对手包括中国 古巴、伊朗、朝鲜、俄罗斯和委内瑞拉 据印第安那州首府《记事报》报道 目前 印第安那州市政府和中国地方政府或相关机构间已建立至少20项此类协议 该法案将于7月1日生效 但条款中未明文只是追溯效力 因此尚不确定既有协议会否在当日失效 或仅是禁止未来的此类协议 法案提案人之一 印第安那州民主党籍众议员米奇·戈尔认为 法案条款应同时具备追溯力与往后的限制效力 不过报道说 新法案应该不会影响印第安那州本身和中国浙江省的友好省州关系 3月18日 洛杉矶警察局成立了一个新的特别工作组 专门打击入室盗窃游客 这是一种日益增长的犯罪趋势 涉及一群持短期签证 从南美国家来美旅游的人 据称他们是南加州一连串入室盗窃案的幕后黑手 执法专家表示 罪犯把目标锁定在刑事司法宽松的富裕社区 进行入室盗窃和其他犯罪活动 然后在保释期间带着赃物回家 洛杉矶警察局副局长艾伦·汉密尔顿说 尽管总体入室盗窃案有所下降 但与这类团伙有关的犯罪数量却在大幅上升 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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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